秦始皇作为中国的千古一帝,他身上藏有太多的秘密,至于举世闻名的秦陵,里面到底埋藏了,多少让人匪夷所思的宝贝,都成了千古之谜,诸如金燕子,太厄剑之类的神奇传说,更是数不胜数,秦陵从被发现以来,就一直都受到了中外考古学家的关注和研究, 说到这里,可能很多人会反驳,什么秘密不秘密的,打开研究一下,不就都清楚了吗?但是,秦陵要发掘,必须要达到这个条件才行,第一个条件,可能会让很多人不敢相信,一、技术条件的约束。 早些的时候,国家考古队对瓦礼皇帝朱一军的定灵,进行了考古霸掘,据当时考古学家回忆,他们进入到定灵的时候,看到了里面五彩缤纷的自画和私质品,大家都欣喜若狂,但这种惊喜一会就没有,那些珍贵的物品瞬间失去了色彩,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快速氧化,随即就成了一堆的腐朽之物了, 光是保全文物的科学手段,估计都要做上几年的方案才行,而且还不能保证将所有的文物都完好的保存下来,因为秦陵实在是太大。 二、巴掘的资金有限,很多专家也曾经提出过,建造一个超级大棚,将秦皇陵里面全部抽成真空,但这样的大棚材料,不可能是钢材之类的,如要建造超级大棚, 必须要选用轻质高墙的新材料,但这样的新材料,目前还未找到合适的,秦始皇陵占地50多平方公里,而且都是山,想要建个大棚子,照起来那是相当的困难,如非要用上航天碳纤维材料,那样的造价简直是个天价, 对于一座发掘难度极其高的秦陵用上这些材料的话,可谓是谁都伤不起。 三、秦陵中的水银和毒气很难处理,根据史记和汉书等史料的记载,秦始皇陵里面采用了江河湖海的布局,里面充斥了大量的水银,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,水银是有剧毒的, 而且根据现在的技术手段证实,地宫里面存在着大量水银,而且这些水银处于半漂浮状态,半漂浮的状态就是说这些水银是处于气化的状态,一旦和外界大气混合,那后果不堪设想,稍微有一点漏洞,都会造成亚和武器般的灾难。 4.秦陵的地宫太深,土木工程的挖掘很困难,我们都知道,秦始皇陵的距离地面深度,都是有超过了百米之深的。 有历史记载,秦始皇陵的最深处,都挖到了地心,虽然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,但也从侧面体现了秦陵实在太深了,秦陵挖掘之后搞不好就会坍塌,这样的大工程,不亚于修建好几条地铁,工程问题就会让人够呛。 这些问题都不得不考虑清楚。 5.政治影响也是重点,虽然这个秦陵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,但秦陵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大,因此挖掘这样一个世界级文化遗产,因此也要取得某些世界级组织的同意,这样的才能更好的合作和开发。 另外的话,这个秦陵在发掘中,一旦出现了任何闪失,国内的任何部门都担不起这个责任,于是,由此引发的问题会接踵而至,其中也关乎各种敏感的环节,不是那几个人就能扛下来的。 以上。